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腰台还泰军演 美立法禁止中共 不许中共建军事基地 锁国立场扭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演 近期中国多地倒闭潮 烂尾楼停工潮持续发酵 有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崩溃速度超出想象 并以危及政权稳定 更有爆料指习派政界级搞垮李克强 网传视频显示 清华大学教授郑玉黄指出 今年上半年 中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 注销的个体工商户高达310多万 实体经济非常艰难 这是中共不惜代价清零封城的后果之一 定据银行业内人士估计 目前中国烂尾房贷金额高达2-3兆人民币 受灾户达2000万户 分析指出 连日来愈演愈烈的烂尾房贷 维权行动很可能会风靡全国 业主停贷便被动为主动 会使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银行金融系统都可能受到冲击 后果难以控制 新一波危机恐引爆 另外 自媒体人老灯近日在推特爆料 中共二十大迫在眉睫 习派试图借助金融风暴 让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克强 被郭丹泽进而垮台 老灯认为 中共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 李克强正全力稳经济 而目前的危机一旦处理不好 将会出现连锁反应 李恐怕会沦为习近平的替嘴羊 不过该爆料目前未得到官方证实 具体情况还有待观察 最近也有不少观察人士提出 经济垮 中共就会垮的观点 还有分析指出 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 永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比如清朝的灭亡 当时的朝廷也遇到金融问题 银行要关门 国库没钱 财政问题巨大 钱到哪里去了呢 要知道 许多亲王 贝勒和大臣 家里都很有钱 唯独国库没钱 许多部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 纷纷关门 杜织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 回顾历史 现在中共政权 是不是有不清朝后尘的意味呢 由于中共政治大戏即将上演 紧要关头 中共政局关键人物 一旦出现任何问题 势必掀起惊涛骇浪 因此中共高层的蛛丝马迹 都备手关注 习近平自七一访问香港之后 一纸隐身 一度引发外界猜测 7月15日凌晨 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出报道 12日下午至13日上午 习近平赴新疆秘密考察 这则新闻内容仅有百余字 却配有两名文字记者 四名摄影记者 而且官媒罕见延迟至少两天后 才披露习的行程 外界怀疑这是出于安全考量 担心习近平遭到不测 据悉这是习十八大上台以来 第二次考察新疆 上一次考察新疆 是八年前的2014年4月 考察期间和结束当晚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都发生严重的爆炸袭击 习近平发话要迅速侦查案件 严惩暴徒 《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称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认为 中国在针对维吾尔族进行大规模同化项目 北京否认虐待国内少数民族 并称新疆政策属于中国国内事务 有关习近平视察新疆的简要报道 看起来是在强调民族团结 反驳民族分裂的论调 近年来当局研制新疆的手段 不断被海外媒体披露 今年一份中共官方内部资料被曝光 档案内有5000多张 2018年拍摄的照片和内部文件 披露了新疆当局暴力侵犯人权 并大规模拒禁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情况 内容更显示 中共前新疆书记陈全国 2017年在内部讲话中 命令警卫开枪射杀 任何试图逃跑的人 陈全国铁腕镇压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 遭到国际舆论诟病 也被华盛顿锁定为制裁对象 对于习近平是否能连任的问题 外界议论纷纷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 近日在一个网络节目中直言 习二十大肯定连任 总观中共历史 没有出现一把手被搞下去的情况 因为共产党的一把手不能倒 不然共产党就完了 李南央表示高岗刘少奇这些人下台 不能归为内斗 那是毛泽东在清除一己 华国锋下台的时候 真正的一把手是邓小平和叶剑英 连胡锦涛这样的弱主也没有下台 李南央表示 底下的人其实不会愿意习垮台 因为他们的命和共产党紧密相关 共产党垮了他们就完了 共产党就是一个黑帮 他们内部都管习近平叫老大 老大发了话谁敢不听 但李南央特别强调 习近平连任后会非常危险 因为习近平周围和他同时代的人都下去了 上来的人都比他年轻 这些人的手段更厉害 没有任何良心 黑帮老大行将就木的时候会非常惨 李南央认为习根本没看明白这个 李南央表示 中共不会亡于内斗 而会因三峡溃坝 地震 南水北调等自然灾害 被大自然母亲惩罚催垮 中国烂尾楼断供潮持续扩大 对此 中国监管部门召开紧急会议 并约见多家银行代表商讨风险 但业内人士认为此举为时已晚 并称其已进入死胡同 烂尾楼停工潮震动中国 一线城市也敲响警钟 近日深圳保安区一豪宅盘的全体业主 已决定下月强制停缴贷款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认为 一线城市和豪宅楼盘 代表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网上 对于中国楼市具有指标作用 一线城市豪宅若断供 恐引发自上而下的崩塌 甚至带动下层更大范围低端消费 广东省一名要求匿名的房地产业内人士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断工潮蔓延到一线城市 非危言耸听 如果一二线城市也出现 有开发商大规模大幅度降价的话 这种状况一样会发生 中国官媒《证券时报》13日发表评论文章 提醒有关当局要慎房烂尾楼停止还贷风险扩散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 恐将给业主和整个楼市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住建部和金融监管部门 前两日分别跃见多家银行代表 讨论楼盘项目停工及按揭贷款断供等风险 业内人士称此次规模之大 但银行也有一定监管不力的责任 但广东房地产业人士认为 这些举措为时已晚 无论设施的房企还是设施的业主 甚至银行目前都已走进死胡同 美国众议院7月14日 以329-101通过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包括将五角大楼的预算增加370亿美元 以及支持台湾参与2024年还太平洋军演等内容 法案提出美军印太司令部有权与台湾进行联合军演 而无需忌惮中共 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还太平洋军演 提高台湾军队的备战能力 全额赞助太平洋盟友的军事演习 以应对中共 涉及台湾的内容还包括 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对台承诺 支持台湾维系足够自我防卫能力 支持台湾设立美国境外预先通关计划 以及建立美国官员赴台沿袭交流计划等 七项修正案 德国之声报道 台湾外交部7月15日 对此感谢美国近年持续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推动深化台美军事合作 另外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 台湾和平稳定法案被纳住修正案获得通过 该案要求美国政府在90天内提交整体战略报告 并要求美国机构分析支援台湾经济和发展的方法 另外一项修正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向国会解释 为何延迟交付对台军售 以及加速把武器送达台湾 近日索罗门群岛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将不会允许中共建立军事基地 但之前与中共签署的一份安全协议引发了多果担忧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对记者称 已排除中国在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因为不符合该地区和索罗门群岛的利益 一旦建立了外国军事基地就立即成为敌人 外界认为索加瓦雷在这番表态中暗示了美中之间在未来的潜在冲突 不过今年4月 中共与索罗门群岛签署了一份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其内容包含索罗门群岛允许中共军舰停靠 必要时中共警方帮助索罗门群岛维护秩序等 这份协议引发了多果的忧虑 认为该协议将向中共军队进入南太平洋打开封面之门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此辩护称 该协议无关军事 目的不是建军事基地 澳大利亚前任总理莫里森曾派高官前往索罗门 劝其放弃 但无功而返 索加瓦雷在讲话中称 仍将澳大利亚作为安全伙伴的首选 其次是中防 2019年索加瓦雷上任后 与台湾断交引发索罗门群岛的抗议 2021年11月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 尽管索加瓦雷保证 中共不会建立军事基地 不过这样的保证与上周 称赞中共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的表态 似乎并不一致 索加瓦雷还表示 他希望中共在培训警察方面发挥永久作用 并欢迎北京军赠警车和无人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